對 這樣的人 其實你看他陪伴 陪伴的人最累 因為他要一直在演戲 哇 你這好厲害 加油 加油 其實他很可愛 對 好可愛 對 但其實旁邊的人有時候 就是精神能量 就這樣被加起來的 不過我老公 他的好笑能量 是我給他的喔 他就 大家說好不好笑 我老公 我老婆說 我是最 說他是最好笑 他就最好笑 我就很捧場 他講什麼都笑 其實就是兒童教育 你要多鼓勵他 兒童教育 他是 今天這兩個精神異議的 為了斜槓人生很拼 來 我們請教一下白羽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對未來從來不會喊淚 拼了 他們拼了 就是機器人 其實不是 不是機器人 而是像雅蘭姐說的 拼了這樣的人 其實他的情緒能量很高 然後他也健康 今天我們講了很多次健康 蘇倫老師也講健康 冠宇老師講健康 我覺得這個健康 來自於身心靈的健康 大家可能知道身體健康 我們去廠商看醫生 來健康檢查 然後心理的健康 就是你要該哭哭該笑笑 不要讓自己太忍耐 零的健康 就是其實你不會喊淚 是你的精神境界有一個追求 因為他滿足 所以不會喊淚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是怎麼不會喊淚呢 參考一下太陽上升和木星 來看第三名 水瓶座 來若其木星在水瓶 不會喊淚 有了有了 陪伴是不是 陪伴還會喊淚 打死 真的 好像說話了 來吸收心知喜歡探索 對 這樣的人其實你看他陪伴 陪伴的人最累 因為他要一直在演戲啊 哇 你這好厲害 加油加油 其實他很可愛 對 好吃好吃 對 但其實旁邊的人有時候就是 精神能量就這樣被加起來的 我老公他的好笑能量 是我給他的喔 他就 大家說好不好笑 我老婆說我是最 說他是最好笑 他就最好笑 我就很捧場 他講什麼都笑 其實就是兒童教育 你要多鼓勵他 兒童教育 他是 多鼓勵他 他是帥哥明星裡面最好笑的 對 然後也是最會煮的 我說好好吃... 他卻一直煮給你吃 我發現嘴甜的人就會有好處 就是一直鼓勵 好棒... 就不要嫌 就是很棒很棒 他就越做越好 然後若綺就好鹹喔 對 好鹹好鹹 好鹹... 好舒服... 還有第二名 牡羊座 牡羊座 目標動力忽略疲倦 牡羊座是真的會忘記身體 這個要注意喔 然後目標動力 這個是可以學習的 就是很多人覺得 我看到那個目標 我要努力 我覺得好累喔 還有那麼遠 還有多久才到啊 對 但其實有時候以中為始來看 我今天做任何事情 都是未來的那個 為了那個 比如說就是大家最有感的 就是為了賺錢 或者為了追到那個人 我要去做一件事 其實有時候我們做事 是要找動力 找到那個動力 一旦開始了 你就停不下來了 所以大家就是 不會喊淚的原因在這裡 第一名 射手座 耶 射手 射手上陣寶了 樂觀 激情 喜歡挑戰 你看 你有什麼資格含內 而且我剛突然 我剛突然想到了 老師剛說那個電梳 用風升水起 剛剛我老公是升 我是起 真的 我們2014 用風升水起了 可以就這樣 好厲害耶 如何 我要轉圈 轉圈 好厲害 真的 若琪現在她就是 樂觀積極 別人覺得 是這樣嗎 有這麼瘋嗎 是這麼瘋 喜歡挑戰 我什麼都不會 但是我還是很厲害 對 主打陪伴 主打 其實人有時候就 人有時候就這樣 你心裡有那股氣 有那股力量 其實很多事情都能做成 不要把成功想得那麼難 也不要把毅力 想得那麼磨練 其實我們可以用一個 很歡樂的方式 所以未來不含淚 其實就是一個轉念 希望大家 每天轉念 轉到一個好念 為大家迎來一個好年 謝謝 那若琪說 妳剛剛講 妳是吹牛的吧 說妳有跑到健康管理師 對 因為妳知道 妳要快樂的話 就一定要健康 那我有一陣子 其實就是 我去動軟 然後動 因為我其實體質 是屬於那種吃不胖的 但是我發現 我動軟以後 那個體重 一直不斷地上升 然後我想說 會不會是因為年齡到了 然後我就覺得 欸不對啊 我每天都在運動 為什麼我的體重 會降不下來 然後但是我就覺得 每次吃東西 吃沒多久 又很容易餓 就想說這是什麼 我就去探究 原來是有隱性肌肉 就是我常常補不到 我要吃的營養 然後我覺得 那為什麼 什麼保健食品 為什麼只有老人家可以吃 為什麼 我們年輕不能吃 我就開始去研究說 我要吃什麼東西 補對什麼 我在哪個方面 會變得比較好 就像老師說 氣才會順 因為我常常覺得 我氣不順 肚子摺摺就很脹啊什麼的 然後我老公又是那種 很愛吃素食的 就是素食的 像剛我說的那個東西 他就很容易 很愛吃漢堡類的 薯條 然後他的體重就會不斷地上升 然後我覺得 你體重上升沒關係 我也是明星 對 帥哥 因為他每天都跟我說 老婆每次跟我說我好可愛 因為他只要變胖 我說你好可愛 他可愛久 他就覺得他自己可愛死了 他說他自己可愛死了 可愛死 所以他就會說 叫我不要再講他可愛 他說你要慢慢要讓他回復到帥氣 可是我們兩個就一直 越來越腫 越來越腫 然後怎麼辦 我想說那我一定要去了解健康 還有怎麼吃才會健康 因為大家說一定要多運動 怎麼吃才會健康 那你考上健康的觀點吃之後 你們家菜都是你在做嗎 就是我負責陪伴 就是我開菜當我老婆 我就是 幾功課 對 沒錯 我就是負責跟他講 然後他去做 因為我其實不太會用刀子什麼的 因為我覺得 我們就交給專業嘛 反正我們去學習 我們把我們學到的專業 去跟他分享 他就跟著我這樣做 發現他其實有半年 他就應該瘦了十幾公斤吧 但是是很健康 是吃得很健康的瘦 所以我們就開始對這方面 就開始很研究 所以我們開始對吃的東西 其實就是希望 一般大家都可以吃到健康好吃 但是又營養 所以我們開始有一點 這樣的契機這樣下去 所以是學習啦 對 然後還有希望我媽媽也很健康 因為我媽媽也是很常會吃一些零食 然後很喜歡吃大量的水果 那水果就容易造成他血糖飆太高 我跟他講說你不要 對 很多老人家以為說 我都吃水果很健康 結果吃出血糖太高 水果太甜了 你的專業跟他講說 我媽以後你是專業的 他就會聽了 發現其實可以幫助到其他的人 就是你健康跟快心 其實是要並進的這樣子 說建宏 你對未來的規劃 其實很清楚 對 就是 現在想要多賺點錢 就是朝著結婚的目標去前進 因為我年紀也不小了 也31歲了 31歲了 對 所以現在就會開始接觸一些 除了有一些主動收入以外 想要有一些被動收入 你現在有投資什麼嗎 有投資 就跟他講到醫美診所 然後最近還投資了一個 皮拉提斯的教室 對 就在宇宜哥的家旁邊 宗孝敦化那邊 對 所以我覺得也是疫情 他的皮拉提斯跟以前的皮拉提斯 又不一樣 又是國外最新的 對 現在就是 不是拉提 那是醫美 那有科技 他是有知識的 是國外最新的 機器幫助你的身體做一些運動 你可能自己做不到 但有他的輔助 你可以做到更多的延伸 然後就練身 又安全 這是器械式的皮拉提斯 對 英文叫Platis 那就是 其實他一開始的由來 是很多那種戰爭的士兵 他們可能受傷 要透過這些器械去復健 那現在已經普遍到 那像剛剛讀林哥講的 那個機器比較像是reformer 就是一個核心床 就是你可以躺在上面 去做一些規範以內的事情 然後的動作運動 就不會受傷 比較不容易受傷 因為有一些瑜伽的動作 其實是徒手下去做 會比較困難一點 對 很多人的程度 可能還沒到那樣 這個對我們一般人來講 有點 比復健 再厲害一點 對 其實很棒 他完全不會受傷 很多職業病 像我自己受傷 我也可以去做一些動作 就可以幫助自己 運動受傷去修復 是 那我覺得疫情之後 那剛剛講到醫美 就是屬於體內 那我覺得體外 你還要再去做一些運動 對 因為健康一定 跟運動也有關 然後說你女朋友 那你女朋友是做什麼寵物事業 他未來會想要學一些技能 比如說 因為現在寵物 大家也很夯 寵物的一些 不管是美容的部分 他也會想要去學習 想要去 幫忙怎麼剪毛 對 幫狗去 比如說染毛 或者是剪毛的 對 很多染得很可愛的那種 對 現在國外很流行 對 然後他當然 他自己也有投資酒吧 所以我們其實都比較偏 像是創業型的這樣子 今晚你有空來開放嗎 挑Java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